什么是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有人称作西法利亚条约 In the West就是所谓的西方WEST的翻译 它是日耳曼地区的一个地区的名字 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就是荷兰人跟西班牙王国 打了80年的战争以后 所签的一个条约叫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那我们发现到说 荷兰人在这80年中间 不断的跟西班牙王国打仗 却另外的也在台湾地区进行殖民统治 所以他可以说一方面殖民统治 一方面跟西班牙打仗 而且跟西班牙打仗的时候 却不断的纠集了很多的中国人 在海上共同来抢劫西班牙的商船 跟葡萄牙的商船 所以也就造成了台湾地区 后来有了郑芝龙集团的诞生 也产生了后来有了郑成功 所以这个历史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荷兰的宗教迫害 要讲西班牙王国跟荷兰的80年战争 原因就在这里 那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就是这个战争结束所签的条约 那我们先说 整个经过是这样子 荷兰地区为了要反抗 西班牙王国的宗教破坏 他们率先的在1566年的8月 他们就发起了全面的暴动 那全面的暴动呢 结果就在1568年非常重要 就爆发历史上有名叫做荷兰叛变 叫Dutch Revolt 那1568年 一直到了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所签订的1648年 就是1568年到1648年 刚好是80年 所以从荷兰叛变那一年开始起算起 就是1569年荷兰叛变之后呢 就开始展开在荷兰的森林地区 或者海上进行的游击战 那这个游击战的一些民兵 被称作森林乞丐 或者是海上乞丐 还有更重要呢 荷兰人因为经商有钱 所以从法国呢 跟日耳曼呢 就引进了很多的拥兵 来反抗西班牙王国跟天主教的宗教破坏 那再加上加尔文教派呢 也全力动员民兵呢 来支持这场战争 这个战争起起伏伏呢 那最后呢 西班牙就在1572年 打了三年 就从荷兰地区撤军 所以接下来所有的战争 大部分都在海上进行的 那1579年 到了1579年 这个荷兰的北部地区呢 有七个省 包括荷兰省 泽兰省 比利时 卢森堡等地区呢 那就组织了一个叫乌特勒兹同盟 有点像说联盟的一个军事跟政治的联盟 那总共有七个省 那这个七个省 比如说荷兰省 泽兰省 伦特省 法兰德斯省 还有其他的政治实体 还有一些自治市 还有教区等等 然后他们就成立了一个 后来到了1581年 他们就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 这独立宣言叫做断绝誓言法案 就是不再对西班牙国王宣誓效忠的这样一个誓言 要把它断绝掉 他们说 各省不再拒绝承认西班牙国王的权威 要以合法的手段令则他人做故国君主 那1581年7月26号 就开始宣布成立尼德兰七联省共和国 那其实这个共和国是一个 没有中央政府的一个邦联 就中央政府这个邦联没有实质的权利 很像美国刚成立的那个大陆会议 所组织的USA一样的道理 那因为荷兰省是带头者 所以大家都习惯上把它简称叫荷兰共和国 其实荷兰共和国不是真正的名字 然后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尼德兰七联省共和国 荷兰省因为有否决权 所以他等于政经实力最大 那表面上是共和国 其实应该怎么讲 应该他比较像是一个贵族政体 比如举个例子 他采了所谓的邦联制 他有设一种三级的邦联会议 然后每一个省派代表担任国会议员 然后每一次决议是要所有的国会代表通过了 可是这样一来经常没办法执行 那国家元首叫执政官 执政官是由荷兰地区一个叫拿烧家族的人担任 执政官也是军队总司令 很像国王 但是另外他们另外设个首相 来领导整个行政机关 所以这个基本上不是一个 现代意义的一个共和国 但这个尼德兰七联省共和国 虽然是在159几年成立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个反抗军的一个结盟 他1581年成立的时候 他很厉害 他最重要成就师就是一个 在1602年成立荷兰的联合东印度公司 他是最大的成就 这一招是很有创意的 因为他等于是把政府给公司化 因为本来就是个商人的世界 然后把公司给政府化 这个东西超乎我们的现代理解的范围 然后整个战争 我们可以说起起伏伏 基本上最重要的转折是在什么地方 1580年 西班牙就兼并了葡萄牙 那结果变成葡萄牙也是变成荷兰 跟荷兰的联盟的盟友英国打击的对象 因为当时英国是积极支持荷兰 一两个信仰很像 都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宗教迫害 然后1588年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被英国的舰队摧毁 那无敌舰队被摧毁了以后 荷兰英国就几乎可以肆无忌惮的 在海上怎么样 猎捕西班牙的商船 跟猎捕葡萄牙的商船 而且英国跟荷兰 也在海外不断的去占领了什么 原来西班牙跟葡萄牙的殖民地 所以当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 就马上来抢抖原来属于葡萄牙殖民地的印尼 所以开始攻击葡萄牙 那葡萄牙的势力就慢慢衰退了 因为他们除了中央政府被西班牙控制以外 他的殖民地也逐渐的被荷兰给吞战了 所以整个的战争打下去 从无敌舰队一失败了以后 整个荷兰的反抗运动就开始越来越兴旺了 所以西班牙就慢慢走路没落 没落到什么程度呢 他连续好几次都国债都还不出来 宣布什么岛藏 1557年 1575年 1596年 1507年 1527年 1627年 1647年 这个时候呢 的尾声刚好是荷兰人 已经占领了台湾的南部 那西班牙人占领台湾岛的北部 就是基隆跟淡水两个港口 可是因为西班牙的财政处于崩溃的状况 基本上这个占领台湾岛呢 是须被一格 了被一格 那西班牙的这个从马尼拉派的军队 还是以马尼拉地区的土人为主 真正西班牙的士兵不多 然后在基隆跟淡水呢 所待的时间呢 也表现得很糟糕 根本就没有殖民统治的事实 我们前面讲过了 所以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属于财政破产 他当然不可能支持殖民地 也不可能支持殖民地的军队 去扩展他的领土 所以到台湾的这些西班牙的军队呢 很像是什么 被打败的流亡军队一样 所以有人讲说西班牙曾经殖民台湾岛 那是个假的宣传 他1642年就彼此摸一摸 就放弃了基隆的根据地 那1648年就签订了 整个西班牙就打这里也打败 那里也打败 尤其是中间有一个30年战争 什么30年战争呢 我们讲80年战争 讲的是荷兰人跟西班牙打的战争 打了80年 中间又参差进来的一个 有什么 由北方几个国家所发动的 对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 这个叫做30年战争 这个30年战争当然是很残酷 从1618年打到1648年 然后30年战争是谁打的呢 基本上是由北方几个国家 参进来 因为北方有几个国家 基本上也是新教的 所以变成新教跟旧教就打成一团 这个北方国家主要是瑞典 芬兰 瑞典丹麦 而且这场30年战争 事实上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很大 那么据了解他大概有800万个男子 死于这场战争 所以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就开始预政法律 以上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那我们为什么特别提一下 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这个条约不只是30年战争终结所签的条约 也是80年战争所签的条约 这个条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 这个规定叫做教随邦定 就是说你每一个邦要信什么教 你自己邦去决定 你要信新教就信新教 你要信旧教就旧教 这等于一下子铲除了 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统治地位的一个条约 整个罗马天主教呢 就已经没有能力用武力 用威力 用法力 或者用各种政治手段 去压迫每一个地区 一定要信罗马天主教 那整个基督教呢 在人类历史上呢 就变成一个很新兴的教派 那对于世界史当然是影响是很大的 那这个整体来讲 这个条约里面是怎么写呢 除了所谓的教随邦定以外 有人认为世界就变成是一个有边界的国家 就是因为要划分教区 就以前这个欧洲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邦 它的边界事实上是比较模糊的 我那个聊河流 那个什么山脉 都不太清楚 那后来为了要把教区划得很清楚 结果就把国界就跟着划得很清楚 结果国界一划清楚了以后呢 就第二接下来就 允许很多过去被神圣罗马帝国 看成属下的邦国的 包括荷兰 瑞士 米兰 勒纳亚 就转身为一个 没有更高统治权威的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有人认为 这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诞生的一个宣言的条约 其实这个说点过度 基本上在希腊时代 雅典 斯巴达那个年代里面 这种所谓的主权独立国家的概念 就已经出现了 并不是因为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而是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使得欧洲地区 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 脱离了罗马教廷的统治 可是荷兰一方面拿金钱资助英国 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可是两个国家也是因为经济利益 后来分手了 英国跟荷兰分手了 是荷兰后来走向没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荷兰在1602年 设立东印度公司 在1621年设立西印度公司 就跑去美洲去跟英国人抢争议 就英国人隔了30年 在1651年就颁布航海条例 它限制英国各地的殖民地 只能用英国的商船来运输 不准荷兰商船 而当时的荷兰是拥有世界最大的航运事业 它拥有了一万五千艘的船 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这么多 有个外号叫海上马车夫 结果荷兰东印度公司运事业 遭到重大的打击 就在1652年到1654年 英国跟荷兰爆发的海战 这个被称作第一次英河战争 河军溃败 那河军一溃败的时候 郑成功的海上武力 就因此在实力上相对的 就凌驾于已经衰落的荷兰海军 所以1662年 郑成功的船舷 派到了台湾岛来进攻 台湾岛的安平港 就是热兰遮程的时候 荷兰就已经没有能力 再从印尼或从其他地方 掉太多的战船来保护台湾岛 被郑成功占领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实力反攻 这是整个过程 本来荷兰有机会继续往上 结果后来为了争夺美洲的生意 跟英国起冲突 但是当时英国 已经站稳在美洲的一个力量了 荷兰被打败了 结果荷兰的人口少 实力小 最后连在台湾的一个统治事业 也就被新兴起的郑成功所取代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历史的发展 几乎是一环卡一环 一环卡一环 这个一环卡一环 就是先说荷兰 它本身是由伯根地公国来统治 那因为年龄的关系 最后伯根地公国 就被并到神圣罗马帝国里面去 那因为这个同样一个人 叫查理武士继承了伯根地公国 也继承了西班牙王国 然后同时又继承了奥地利的皇帝的位置 一个人用了很多封号 就这个人却又是很错误的 去笃信 罗马天主教的很严格的一些规定 就刚好马丁路德引起了宗教革命 那宗教革命就引起了查理武士跟他儿子 菲利二世对于荷兰地区的强有力的宗教破坏 就荷兰人就开始反抗 就引起了八十年战争 那最后还引来的北欧参加了三十年战争 那打了结果就把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 全部给打下去了 那荷兰就成长上来 就荷兰跟英国就联合来抢夺西班牙 跟葡萄牙的殖民地 最后荷兰占领了印尼 那从印尼发展出亚加达 那荷兰到印尼全部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来掌握的 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某种程度来讲 你要把它理解为什么 理解为荷兰海外政府 海外特区政府 而不只是单纯一个商业公司 我们后面会特别跟他介绍 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现象 那西班牙自己也因为战争 跟荷兰翻联等等消耗掉他的财力 最后他在一连串的财政危机以后 他本来想要占领台湾岛 力不从心 然后打了八十年战争 或者三十年战争 最后欧洲的几个参战国 包括西班牙 荷兰 这个北欧几个国家 那么一起签订了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这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在很多的历史的一个诠释里面 他认为是欧洲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有人说它是个主权国家 形起的标志 那基本上是对欧洲来讲 那神圣罗马帝国不存在了 罗马教廷的这个权位不存在了 那当然主权国家就会脱胎换骨 邦国就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有人说是民主国家 就是一个民主就会有一个国家 这个解读可能有点的过度 有点的过度 但最后也因为荷兰又跟英国翻脸 也是为了美洲的贸易 结果后来荷兰走下坡了 结果荷兰走下坡的 他的力量不足了 刚好郑成功在反清负民的事业上面 也打得不太如意 但是海上势力 清政府没有办法跟他对抗 结果他用海上势力的力量 就取得台湾岛 也就是为什么后来 郑成功会被称作中国人的民族英雄 因为他帮中国的汉族 或者中国人扩展了一个生活的新天地 这个生活新天地就是台湾岛 所以可以看得到历史是一环扣一环 像撞球一样 一个球撞好几个球 最后产生了一连串 无法去意料的一个结果 那以上我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那我们提到了英国为了要打击荷兰 不准荷兰的船运 载运英国殖民地的货物 这个叫航海条例 叫1651年的航海条例 这个航海条例事实上有很大的影响 在台湾当时的荷兰统治的时候 引发的郭华伊事件 还有更重要的 在1776年 也引发的美洲独立成立 这个所谓的USA 这个美利坚合纵国 都是因为英国使用1651年 这个航海条例 来对荷兰打击 或者是打击美洲殖民地 所产生的结果 所以只是一个航海条例 去产生历史性这么重大的影响 那以后我们有机会会跟大家说明 谢谢收看